而且在国际的指挥大赛中 获得了第一名 我们大声谢谢 因为我们在硅谷歌唱团的很多这些成员 其实他们的背景都不是学音乐的 当然他们有他们这样的热情 可是光有热情就不行 需要有专业的人士的指导 张瑞老师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 能够让硅谷上的今天有这么一个成功的演出 那么我们专业人士呢 当然还有另外两位就是 我们的齐老师和张老师 齐世杰老师和张玉娟老师 我们也掌声给他们这些几位老师一些感谢好不好 谢谢他们 好 接下来呢 大和唱的第一首曲子是我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支歌 就是《顾湘的云》 《顾湘的云》是我记得是八几年的时候在国内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前 你这大概知道这年龄有多大 如果你要跟我一样熟的话 如果你没有放在了什么甚至说 decision 如果你想说有什么有好多的 我其实是 наж� 你要让我愿意 我想让所有人都很欢迎 对吗 当然 verschill 你这么一说 我就估计可能这个 非常明明的节目 很多人可能有些人 我估计不看你的节目 可能睡不着觉 有没有这种fans 如果是你的话 那我不奇怪 如果是别人的话 那我还到现在没听说过 这跟我肯定扯不上关系 因为我是一上床 因为你看了以后意见很大 有很多要挑毛病的地方 什么时候 你听谁说的 不然的话你怎么老是提的 没有 是因为是说人家养成这个习惯 就像我似的 比如说我爱看球 我爱不看球心里难受 那有人不爱看 不看那个非常为凭 他也难受 你说的我真是非常的开心 不管是不是真的 不过我谢谢你 那不过我们现在言归正传 我们第一首歌是 顾湘的云 那么领唱的是刘德忠 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请出指挥张瑞老师 有请 在这里呢 也要告诉大家 今天的这个合唱呢 有三个合唱团 他们是硅谷合唱团 硅谷爱乐合唱团 和弦歌合唱团 钢琴伴奏 林林老师 指挥作曲专专业 那么曾在总政歌舞团 上海交响乐团 上海合唱团 和中央乐团 担任指挥 而且在美国 我看掌声非常热烈 所以你要再来一次 那么黄辉呢 也是 玄歌合唱团的副团长 和 友联银行的高级主管 也是旧金山湾区的负责人 他有非常丰富的舞台经验 而且呢 是一位多才多艺的 多才多艺的一位表演 表演者 可以这样说了 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我和黄辉还同台演出了话剧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我们的分演 第一女主角和第二 第一男主角 那么今天呢 他唱了这首 《我的心里只有你》之后呢 其实黄辉也非常喜欢唱 邓丽君的歌曲 是吧 谢谢 我选了几首歌 是连串在一起的 希望今天晚上 让大家可以有一份 很温情的感觉 谢谢 邓丽君 邀请 连卡辞 请订阅